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 跟大家介紹這部Tarmac最新推出的ROLLE64系列 ROLLE 就是這部VOLVE240 242 Custom的 老經常打算240 這部我應該不是第一次推出的 但街車版是第一次推出的 暫時是這一款 不說那麼多,先開它 由於我沒想起我的Tarmac 850 所以我找到另一個牌子 就是POPRACE那一架 頂著當時不好意思 那一架我反而收得太近 我覺得那一架是比較漂亮的 但這架是比較好玩的 所以這架擺出一點 一枚就在左近 但Tarmac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沒辦法了,抱歉了 但Tarmac那架我好像只有警車那架 常常找到警車那架 這架是反光 3561 這個號碼一定沒問題 3561 好,看看車 那我先說回來 QC呢 嘩你老母 我都不想真的不想說 但你真的想怎樣 一飛就飛了東西上去 這樣 我原先都想輕輕鬧一下就算了 嘩你這肺 今天直接給大家看一看 我拿策都懶了 給大家看一看 我不知道會不會歐風 你老闆 你看看 123 3點 擦得掉 我當沒事發生過 擦不掉 問題是 那我先說一條 這裡的髒 不用說 這些 沒得兜的 沒得說的 那這個窗框位呢 我看這一架 我會選擇 我拿兩架上手看的 這架就沒有問題 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的窗框邊 有些東西是油上去的 但問題是它就油出了 就上了一點點的車頂 這架也有一點點的 但真的不太過眼 所以就油了上 就油了上 上車頂的位置 那 怎麼擦呢 那些 污髒了就擦 你現在就污髒了就擦不得了 不知道瘋了什麼鬼 我去撞鬼你 一開盒 一開盒就什麼老母 這架車主要是這個問題 其餘都沒有什麼 就是 但是我經常覺得Tarmac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車硬 好像經常黏著黑色一點點上去 沒有解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它是 是鋪鋪也是這樣 Tarmac的車有時候 In很多都會 但是Tarmac的感覺 那個印象比較深刻 你鋪鋪也是這樣 那些車子搞什麼鬼 你用噴油的時候 你用噴油的時候 那些工具都怎麼做 我真的拋了頭 那我都沒辦法了 真的 找回一些工具 原來擺開了 那 看看車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 哇 真是鼓氣 大佬 鋪鋪也是這樣 真的 那 現在Tarmac手上 我還有三架車還沒說 另外兩架 A70 還有FD 然後那架是曼士德速度 曼士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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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是240 那些Copay是242 可能是 那我自己 不過你在香港找一個Copay 反應欄 你通常看到都是四門版 之前還炒了一架 真可憐 我記得炒240 很放車 炒到九巴 然後說真可憐 九巴都快要退役 那架金色的那架 不知道是什麼 金蠔 我忘記叫什麼 巴士的那架 我記得有些朋友跟我說過 然後我不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那架是 現在都少很多 例如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可能在葵聰附近有活動過 那我以前就有時候 我很記得我搭過 其實我都搭過兩三次 31M 在葵坊 在利鐵站那邊的巴士總站 我都搭過兩三次 不都去做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 隔太久了 有一次好像看玩具展 對 我那次好像是 對 有個玩具 類似玩具 跳到市場 一兩日限定 我開始在葵聰那邊 是那次 我只記得那次 坐過 以那時坐 全部都是那隻 講太遠了 我先把自己拉近一點 我經常拉得太遠了 那給大家看一看 那些近位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 鬼面罩OK的 看的時候 我去看的時候 那一拿到上去 賣鏡看 你都是覺得 這架車一開 就已經那麼髒 我這裡也沒有大層 對吧 我連風扇都關掉了 對吧 冷氣又沒有開 應該沒有那麼多層 它真的可以這樣的 真的 然後整架車裡面的內籠 也是油膩的 這個就是我經常拉得太遠 即是搞不成太遠的位置 但這次的車子 竟然推得動 我這輛 竟然推得動 那不如拆開個籠 因為其實它本身第一次出 應該是出了一架 給大家看看底盤 它應該出了一架 是澳門的樂場版 但澳門樂場版那架 我沒有興趣 那我就沒有買到的 因為有時候 太遠都是賣情懷的東西 但是我這些年輕一點 我是看款式 我自己很膚淺 這樣就沒有買到那一架 買個街車版 回去玩玩玩 即是它這個帽 我看到也很興奮 那時候是多久之前 都整個 我想都有 20年那時候 好像都兩年了 應該都要 我記得好像是20年年尾 我記得是20年年尾 那時候還在Tarmac 是The Wave 還是 好像是 不是The Wave 但Wave那次是19年 之後他們搬去 他們本身的辦公室 是The Wave 即是觀塘那個 然後搬去同一條街 再前 同一條街 一個街頭 他搬去街頭那邊 那時候 那時候是20年 之後就沒有再搞過了 好像就 讓大家看看內籠 那些東西 很classy 即是 你看看這些頭枕的感覺 馬上翻過來 但是頭枕好像 頭枕好像 頭枕不是應該要串洞嗎 為什麼會變成蜜籠 頭枕 所有的位置還沒批 我先讓它先不說 但是裡面是蜜籠 但是它全面有隙子 你看到有隙子 你看到有隙子 好可愛 那些椅子 也看到一格格的紋 又是 很古代的 長棍 就有支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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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錶台正 它有做什麼的 我不知道觀眾看到嗎 有速度錶 有式的 它馬上貼上去 有式也有做到 OK的 這裡就直回票價 它叫做 那輪子又不是外派 它只是上得衰 應該有 那輪子都沒有套陷 都沒有CAMBER 對 沒有CAMBER 我心想 為什麼踩下去有CAMBER 然後踩下去又沒有CAMBER 是不是就是裝衰 那輪子裝衰了才有CAMBER 就是1比64 我不是吧 因為 通常要是你特意做CAMBER 給它 如果一輛車是沒有 都沒有CAMBER 那輪子 應該是輪子上得衰 柴了 那個位置 就是Greenlight那些車也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輪子好像 是上衰了 那輪子側在一邊 一斜了 那輪子也斜了 那輪子直 那輪子斜 那輪子就斜了 那輪子就斜了 是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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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個車殼斜了 整個車殼斜了 整個車殼斜了一邊 那輪子就斜了 不是 你這輪子就斜了 斜了 in out in out 不是不懂分離 是斜了 看著 斜了 說斜了 老人痴呆 那輪子 那輪子上得衰 那輪子應該也是 你看 斜的 那輪子這樣一斜 那輪子直也沒有用 那輪子直也變成 in 那輪子 那輪子 我試一下 按著來上 就看到它 又是舊車才看到的位置 Talic也有做到 你看到這兩個 凸起這兩個 這兩個拱位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用來放置 是用來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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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都是偏舊的車 我可能例如說 SL 我說的是 是Ralph Channel老人園時間 最新的那輛 那輛SL 那些才有機會 看到這樣的 是是軌兜 洗手盆 沒有洗手盆 洗手盆是放在側ten 是一個軌兜 就是軌兜 Scriptures 這些位置就是 我記得是 總之那隻190SL是有的 我看RAF Channel 最開心的都是看老人院的時間 尤其是它上次是SL 上次好像是福士 我都忘了駕駛很久 我特別喜歡看RAF Channel老人院的時間 舊車如果說現役有講舊車 就是車內是 Classic 級別 不是JDM 兩回事 就是可以入公公公車的舊款 暫時的最多就是RAF Channel和Frat Out 但在Frat Out看肥瘦Toby說 又不同 你覺得是年輕的一輩子去看 就沒了老人院時間的那種情懷 那輛自己好像不年輕 但如果我去看 應該就直接站在老人鑽時間那邊 那車真的很棒 很有感覺 那一九零SL 好像不知道是車展有見過 如果不是上次應該是在雜誌見過 有沒有出過遮打呢 最近那次 最近那次車展好像有見過好像沒有 應該有拍的 有有有 我拍了照我也不記得 假設我每年都去 但我每年拍完照我都不會怎麼看 那一兩天追完就算了 真正宗打完追完就要拍照 但還會保留在這裏 是不看的 ok 今次就 我推得動這方面ok 應該這樣說 我準確點 推得動這方面ok 但QC都是一貫的 一般的 後面這個八頁槍是什麼 但我在這邊看過這個八頁槍好像真的親疏有別 一點疏一點一點 一點密一點 還有好像 水口位未批好呢 又貼了幾條塵 那些塵一毛 貼幾條塵上去 整架車感覺真的很貼 涼渣 覺得更涼渣 比我本人更涼渣 但這隻顏色 它這隻其實算是灰綠色 對 灰綠色 淺 淺灰綠的 但出來當然變得深灰綠 因為燈光問題 一打燈就變深色 綠色車是這樣 其他顏色都沒有 大致上是這樣 今集就 推得動也好 比沒有 它是Roll 64 但Hobby 64和Roll 64有什麼分別 我待會找來看一看 預告星期五 A70我留下一個星期 和這個曼士德速度 我留下一個星期 這個Monstar士必的RX7 FD 接下來我就會有 應該放在那邊 就是這個EraCar的那一架 那一架 那一架工程車 還有這個Pajero也是工程車 但是Tiny的 兩架在香港的工程車 我會放在一起拍一條影片 我覺得兩架車 你拆開來拍就好像有點無謂 放在一起拍就沒有了 因為兩架都是舊帽來的 只不過工程車的帽子 放在那一架4代Pajero 就好像是第一次出的 因為之前出都是消防署 沒有了 我覺得那架是OK的 尤其是工程車 就是應該還會買Pajero 除了某些真是呆黑之外 應該都是只有工程公司 和政府部門 但現在好像也不買Pajero 但之前買都是一些工程公司 或者Pajero 就是和政府部門 就是買了 但是很多電油板 沒有了柴油 但現在看到 你給我真的有夠閒錢 真的有錢 應該會把油渣二代Pajero 來玩一下 不用說話 真的 不改都可以 比較直版我都可以 我很喜歡第二代那樣 又是童年回憶那些東西 就是 小時候就有一架 手錶這麼長的 成年手錶 不是小時候手錶 我現在的手錶 大過了手錶 這麼長的 短陣開鳳 還有第二代Pajero 還要是紅色的 我記得是紅色的 紅色銀的 很棒 還有兩盞射燈 放在頂架 我問你死了嗎 不是頂架 那條頂巴那裡 總之後面 車頂有條巴 但應該是跌了 Soft Off 但不要緊 我真的很喜歡 我可能小時候都放在一邊 小時候 大家拿著手錶 就不停在那裡 但我一會忘記就放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孩子的教育 是不能夠等的 是吧 小時候都放在那些車子 給他大了 就大了 專門把這些舊車 我順便在這裏說一下 這條影片是先講到這裏 接下來就是我的吹水時間 我想有香港的觀眾 或者不是香港的觀眾 都可能會留意到 香港會收緊老爺車的入口 然後廢氣沒有豁免 就拿歐六來驗 歐六 歐盟六期或六型的標準來驗 後來哪個泊車仔 就找了馬大臣 馬蛇 來拍了一條影片 他說的 有一句話我極之認同 就是說 這個小孩 那時候他小時候 可能他玩到的玩具車 他長大後會買回一部 一模一樣的 就是他以前玩具擁有過的車 我想一想 越想越不對勁 其實我這件事我也發現了 話說我小時候 有一輛雜貓的 應該是TOMICA 偷帽子 偷回來的車 只不過TOMICA 有一輛開門 它沒得開 那是一輛 一輛車 它應該是扮零件公司的公司車 那輛車你猜是什麼顏色 都是綠 那是TOMICA T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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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支粉綠色 那支粉綠色 粉綠色 就是跟這輛一樣 這個顏色是,它還要深過這個顏色一點 然後車是拉花,是甚麼拉花呢? 將汽車零件,那些開路,彈弓,那些甚麼 畫到很卡通化,好像納筆畫那樣的線 然後再加一些autopax那些字 我小時候不知是甚麼車,但我很喜歡那輛車 好了,到大國結功,我既然是買了那輛 我是買了現在的車 然後我之後在Instagram看到有這輛車 咦?這個不是我小時候,我按一下就先按照片 然後我看它的Description 就是我現在的那輛車,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開啟一對回來,是呀,糟糕,尾燈一模一樣 不過那輛的模型車,因為是TOMICA TOMICA是前期型,我現在這輛是Facelift版 你說真是世上的巧合何其多 我簡直是沒有認住那款,因為我簡直都不知道是甚麼款 我會理解到是甚麼款的時候 車又沒有再在我身邊怎麼再出現 但車是仍在那裡的,那輛車 那輛車,到後來再看一看 所以世事是何其地巧合 我應該稍後 遲些要分享一下,破例分享一下拍車仔的東西 馬sir說得非常對 真的馬sir非常有道理 希望和政府的談判可以有些成果 我自己就不敢抱太大希望的 尤其是這些東西你會知道 別人拿JDM那些 那些向後JDM改這個 他拿那裡來湯 但他一湯就湯夠盲那些 不改那些JDM,或者其他 可能歐洲,或者其他款式的那些車 有些日本,總之日本JDM也有很多 有些不一定是,不一定是 每個都入驅廁車 好像我這樣,我經常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買一些 香港以前有入口過的皇冠 Toyota Crown,或者Cedric 例如大白沙,香港還有沒有大白沙 可能在海裡找一條油 但日產大白沙 我想應該也不可能有 我想就算有,你在錦田 某個陰暗角落找到 那些東西應該差不多花灰 如果真的要找 我想一定要在日本買 皇冠也是,我最愛 第四代皇冠 香港以前也有 但問題是 現在 你找,但香港有第四代皇冠 反而有,香港有一架 我之前拍見 官堂有一間 經常幫人打散車來洗 拆開軚 還要幫人打散車 那些 他做了一架 真的是MH60來的 不知道是60還是65 我忘記了,好像是Facelift 有電道Bumper 做了一架Facelift 沒有電道Bumper 那就配到絕了 即是我看到 既然Corona 第一代Corona 花冠也有人買 有人入口 這個算是頗終極的夢想 你說要買個土塔2000GT 就說什麼 你買個土塔皇冠 不是那麼難的 不過現在看法都難的了 可能移民到澳洲更快 澳洲大把盤 澳洲你要搞 第一代都找到給你 皇冠第一代都有 隨時澳洲有 澳洲有 應該有 不是,你要找第二、第三、第四 一定找到給你 第一代不敢包 二、三、四都有 皇冠 是啊,不是開玩笑 還有那個年代 皇冠是未去到 香港人很注目的位置 起碼第五代打後 開始做的士才注目 如果在同期來說 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頭 最搶一定是大白沙 最搶一定是Cedric 那邊的 有都好 你整個大白沙 或者整個 再加價MS60 即是330和MS60 那我就足以了 不過都算了 現在都應該 希望更加渺茫 有錢也沒用 有錢也沒用 有錢import到你都出不到 算了 先別說傷心事 希望可以爭取到什麼 我自己就不敢抱太大期望 現在他很兇 我心想 兜巴聲局長 是否真的想去體驗一下 什麼叫林樂財 被人作咒 你又收緊老爺車的牌坊 他直接用歐六來驗 他不是叫你跟什麼來驗 即是你這輛車 歐盟一期都沒有 你這輛車是歐盟三期 你跟上歐盟三期 沒有玩這些 然後又有垃圾徵費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可能沒有跟開的觀眾 真的要聽清楚 你在香港的話 好像年底開始試行垃圾徵費 即是你要買他的膠袋 來賭垃圾 我到時真的不敢想 我想最低限度 應該會有人想到 把垃圾拿回公司 然後再加上 接下來的膠袋 又會加到一元 膠袋徵費 所以各位觀眾 還在香港 真的要看路 好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